优先购买权讲的是什么 那今天分享一个小故事 那这个小故事呢 今天发电影哥分享这个小故事就是 优先购买权 了解一下对你说不定有帮助 嘉义水上香有一个陈先生 打电话来联系发电影哥 他说他这个角地呢 他有持分 然后呢他想要去买其他人的持分的 就是这个角地有五个继承人 然后有姓陈的 有姓李的 有姓张的 有三个姓在这个角地200平里面 这陈先生他想要买其他持分人的 那其中的李先生也同意 一瓶用十万块的价格卖给他 那在嘉义水上香这种乡村聚落里面的 都市计划以外的甲剑或乙剑 大概一瓶十万上下就会有人买 买来盖透天 为什么乡村区的建地都会落在十万块 如果你买三十瓶 一瓶十万 是不是成本三十三百万 再加上盖一个五六十瓶的透天 一瓶假设十万块钱 大概五六百 所以三百万的建地 再加五百万的一个盖房子的成本 是不是八九百万 再加一些管销时间成本 差不多落在一千万就可以搞定 那你买建商的可能要一千五 自己买地盖可能一千出头就可以盖好 于是他就想跟他的其他的持分人买下来之后 他想要做分割 建地可以分割 面宽够大 他就可以割出来 割个三十瓶六十瓶 自己盖自己的透天 他就遇到一个事情 签约签完之后 突然跑出 我刚刚不是讲里面有三个姓吗 姓陈姓李 还有什么姓周是吗 姓周的跑出来说 我要用我的优先购买权 买下你这一个持分 这个李先生的紧张 怎么突然跳出一个优先购买权人 那我跟李先生买的这个不就挫掉了吗 一瓶十万块 被人家截足先登 后来发生一个人跟他说 因为你自己也是持分人 所以这个优先购买权土地法 这个讲的故事 没错 他有资格提出优先购买权 买下你这讲好这块地 但是因为陈先生自己也是持分人 所以他不需要通知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很多人遇到 反向的案例也是一样的情形 如果你不是在这块地里面有持分 你去买到这个持分 在法规里面 你必须通知优先购买权人 然后要下规一 全世界的子孙都要寄过去 没收到不管他 就寄到他的户籍地址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优先购买权 提出来说他要买 这种事情在区断征收的农地里面 也会遇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没办法 因为你不是在这块地里面有持分 所以如果有其他持分人提出说 我要运用我的优先购买权买走 那你就真的没办法买了 你就必须给他买走 然后呢 这个时候代数就会通知你们 原本的买方原本的卖方 跟优够人优先购买权人 三个人啊 在一张纸里面签名 签名之后就真的啊 就必须请原本的买方啊 把那个旅宝的钱拿回去 让新的买方进来 这种事情也是会发生的 如果有遇到相关的 打电话给发展哥 加我的LINE 977-588-688 先把你的需求 你在哪一个县市 你的地号 你的地址 或是你想要问我的 尽可能的清楚 我才有办法跟你回答 这样好不好 谢谢